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随随便便就放在那里不管不顾 否则到了最后可能遭灾避灾的效果没起到 植物因为照顾不当而死掉产生的怨气 却更容易引起灾祸 摆放扇子 家中如果有条件的话 也可以在客厅的后墙处摆放一顶扇子 最好是烧大些的 扇子这种装饰物在风水上不仅可以帮助去灾避祸 还可以促进家庭环境和谐 家庭内部成员相处融洽 其乐融融 自然平日里的矛盾冲突也就少了 如此一来便可把兴趣都放在自身发展上 从而更促进财运的发达 摆放批修 批修作为中国古代传说中的转货为祥的瑞寿 在古时是被认为是权力地位和金钱的象征 所以如果想要自己的财运有所发展 在书房里摆放批修通常都会有奇效 而且批修带正气 若是摆放在家中 寻常的灾祸血气自然是不敢闯上门来 若是可以的话 也可以请大师开个光 往往效果会更佳 摆放财神 说起生财的摆放 怎能少得了财神爷 如果供养财神爷得当 往往不是家中一个人会财运上涨 而是所有人都会财运发展 反之同理 若是不好好供养财神爷 则可能导致家里所有人财运有所损失 除此之外 摆放财神爷时的方位也需要特别调整 武财神最好是朝向门口 而文财神也是千万不要灭朝门口 摆放鱼缸 其实无论是出于风水方面的因素考虑 还是想在家里养些宠物 摆放鱼缸是个不错的选择 都说水生万物 所以若是想要生财 家里就必须要有水 再者来说 活水也是流动的水 往往效果更佳 综合因素考虑 在家里摆放鱼缸 则可以满足上述两方面的要求 需要注意的点则是 鱼缸中的鱼 最好是成框成对 千万不要把鱼给养死了 死了 财运往往就断了 以上所描述的五样摆尖 如果自身有条件的话 都可以选择在家中摆放 但是其中需要注意的禁忌事项 也切记要处理好 不然不仅没有起到 避灾招财的效果 最后反而是得其反 有些得不偿失了 而且做事情讲究太过挤满 如果已经决定好 摆放哪个物件 最后在家里 只摆放那种即可 不然全都摆上 或者是摆放两个以上 最终的成效是大打折扣的 这几种植物 招财聚气 对家居风水有好的作用 一起来看看 白掌 在风水学上 白掌属于一种招财植物 而且白掌还有个特别的名字 一帆风顺 它的作用就如同它的名字 能够使人一帆风顺 诸事顺遂 心想事成 万事如意 而且白掌这种植物 极具观赏价值 可以说是美貌与实力并存 发财术 发财术四季成绿 不仅名字好 寓意也是极好的 俗话说的好 钱不是万能的 没钱是万万不能的 可见财运的重要性 发财术就是能够提升 人财运的一种植物 若摆在室内 最好是客厅 则能使一家人的财运 得到大幅提升 富贵竹 花开富贵 竹报平安 而富贵竹不仅能使人 平安健康 还能使人富贵吉祥 若在家宅中 栽种几种富贵竹 则能有效改善 宅子的风水 起到旺宅的作用 家宅兴旺 家中人丁能够兴旺 才能好运 常卖于一身 红韵当头 红韵当头 有红韵当头之意 红韵当头 也就是凤梨花 不论作为价宅植物 还是室外植物 都具有观赏性极高 其花色为红色 喜庆极利 是给人一种 带来好运的植物 而且招财作用显著 养的时间越久 招的财也就越多 铜钱草 在风水学上 招财进宝的植物 不能不说铜钱草 铜钱草这种植物 叶子长得特别像铜钱 而且特别容易存活 只得养在水里即可 寓意财源茂盛 家宅树大 根深 吃饭夜茂 养到一定时期 财富将会不请自来 平安树 平安树又称 红头则肉贵 既招财又旺财 还能使家宅安宁 家庭关系和睦了 才能安心的干事业 做工作 不会被一些家庭琐事 所捣扰 自然而然 财富积累的越来越多 财运也越来越多 生活也就越来越幸福 好了 今天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佬会建立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